诗篇第二十五篇 耶和华 我的心仰望你 我的神啊 我倚靠你 求你不要使我羞愧 也不要使我的仇敌胜过我 等候你的 必不羞愧 但那些无故以诡诈待人的 必要羞愧 耶和华 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我 求你把你的路径教导我 求你以你的真理 引导我 教训我 因为你是拯救我的神 我整天等候的就是你 耶和华 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 因为它们自古以来就存在 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恶 和我的过犯 耶和华 求你因你的恩惠 按着你的慈爱纪念我 耶和华是良善和正直的 因此 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 他必引导谦卑的人行正义 把他的道路交到谦卑的人 遵守耶和华的约和法度的人 耶和华都以慈爱和信实代他们 耶和华 以你名的缘故 求你赦免我的罪孽 因为我的罪孽重大 谁是那敬畏耶和华的人 耶和华必指示他应选择的道路 他必安享福乐 他的后裔要承受地土 耶和华 耶和华把心意向敬畏他的人显示 又使他们认识他的约 我的眼睛时常仰望耶和华 因为他必使我的脚脱离网罗 求你转向我 恩待我 因为我孤独困苦 我心中的愁苦增多 求你使我从痛苦中得释放 求你看看我的困苦和艰难 赦免我的一切罪恶 求你看看我的仇敌 因为他们人数众多 他们深深痛恨我 求你护卫我的性命 搭救我 不要叫我羞愧 因为我投靠你 愿纯全和正直保护我 因为我等候你 神啊 求你救赎以色列 救他脱离一切困苦